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們都知道現在互聯網雲端技術非常的進步 那這些技術導入到汽車裡面 也帶來非常多的便利性 甚至創造了幾乎無限的可能性 那我們今天試駕B&W的320 Touring 在這台車裡面它配備了iDrive 7.1系統 B&W為iDrive 7.1系統 配備了各車款增加了一些功能 那今天有兩項功能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它可以透過雲端商店購買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大家如果看得到螢幕的話 這邊有一個Drive Recorder的功能 大家有沒有聽過特斯拉的哨兵模式 它其實有點類似於這個東西 那它只要你按螢幕上的這個鍵 或是中控台上這邊有一個環景攝影機的長按 它就會及時開始錄影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進選單 看我們剛剛錄影的畫面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在示範的時候的影片 就是在行車的過程它也可以記錄 除了在螢幕裡面看之外呢 長按它還可以匯出這個檔案 那匯出的方式其實非常的直覺 就你只要把你的電腦插上 車上的這個USB 它就會像一個大型的隨身碟一樣 直接讀取你的檔案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可以進行就是各種觸發的設定 比如說你可能遇到撞擊啊 遇到事故啊 你都可以進行設定 那除了這個功能之外呢 另外一個 是大家一定有聽過聲浪模擬的系統 那BMW現在也在行端商店加入了這個功能 意思就是說你不見得要在買車的時候先選配 就是你如果可能開著開著對你的車子 覺得有點熟悉的 你想要增加一點新鮮感 你就可以在線上商店購買這個功能 那在設定的選單裡面 一般設定裡面有一個引擎音效 點進去 它可以提供你跑車型、平衡型跟收斂型 三種音浪模擬的音效 不過這項功能呢 它沒有辦法在車輛靜止的時候提供音效 車輛靜止的時候 就是一般的引擎的運轉聲而已 我們必須要在行駛的時候 才可以感受到那個引擎聲浪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上路 帶大家體驗一下 這個三個音效上面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我們接下來就上路體驗一下吧 好 現在我們就上路體驗一下 這個引擎音效模擬模式 那最一開始呢 我們先用收斂型 收斂型就比較小聲 那我們接下來切換平衡型 有稍微明顯音頻稍微高一點 然後再來跑車型 跑車型明顯的聲音就比較大聲一點 這感覺就很有 就真的很有跑車的感覺了 然後它會依照你的轉速 隨著你的轉速進退檔的時候 提供一些模擬的音效 那這開起來確實在心靈馬力上會比較熱血一點 不過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個模擬音效啊 只會在車內透過音響的喇叭提供你這種感覺 它並不會吵到任何車外的人 或者是你的鄰居都不會 所以你可以盡情享受這種感覺 好 那我們的影片準備要差不多結束了 那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結尾 其實這個互聯網的這個技術 實在是給車子創造了很多有趣甚至無限的可能性 這剛剛有提到 不過呢 BMW這兩箱功能 其實它是線上商店購買的嘛 所以它會有一些費用 前面那個Drive Recorder的功能呢 它是採月費制 每個月的話是400塊 可是我覺得這個蠻划算的 因為它讓你省下了你買行車記錄器的費用 然後它又是整合在既有車輛的系統裡面 相對也會比較穩定 而且它提供的是360度的全方位記錄 那再來引擎音效呢 這一個系統它就是屬於一次買斷型 它的金額可能稍微比較高一點 要台幣2萬塊 但是我覺得它帶來的樂趣蠻多的啦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覺得如果你剛好是BMW的新車 又有iDrive 7.0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看看 好 那我們的影片到這邊 只要告一個段落囉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然後這裡 它關掉而已 雷